欸!Amanda 我們現在在生活工廠逛街對不對 既然是生活工廠 我來問妳一個問題好了 平常在家裡面 妳最常待的角落 第一名是什麼 大台 可以吃東西 可以看年輕劇 坐在上面就很舒服 我跟你講那個叫中島 喔喔喔 對不對 一樣啦 對 喔妳既然那麼長時間在中島 妳在家會不會做東西吃 我最近在做一個 在韓國那個糖餅 糖餅 就是糖融化之後加泡打粉 它就會變那個 餅乾 請看這邊 假設妳喜歡的男生說 他喜歡吃某樣東西 妳會去學了做給他 NO 我喜歡吃他先做給我 我才做給他 不好惹喔 請問妳在浴室洗澡的時候 會不會唱歌 一定會 拿電腦 電腦要幹嘛 就放在旁邊播音樂 然後邊唱 而且我是放那種有歌詞的 有歌詞 可以邊看歌詞 在浴室唱歌會特別投入特別爽 耶 好 妳會用香氛啊 或是那種有香氣的蠟燭嗎 糖煎蜊燥 什麼口味的 香腸 辣肉 炒飯嗎 炒飯 哈哈哈哈 榴槤 有一點酸 酸酸酸酸酸的味道 檸檬 類似的 因為檸檬聞的時候很新 小青青那一種嘛 小青青 疫情我相信看了不少好看的劇了吧 對不對 很多 有什麼要推薦給觀眾朋友們的呢 梨泰苑 梨泰苑 我忘了他的名字 如果知道是誰的話請留在下面 好不好 我們想知道 因為歌也不錯聽嘛 他也不叫Obis 深淵 第六個問題 沒有準備 對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哈哈哈哈 下次見 謝謝大家